新闻开想马上带你来关心到最新消息 今天清晨5点多 在台北市民生西路的一间珠宝店发生火警 起火点疑似是在地下室的仓库 屋主一家是指口 在睡梦中是被浓烟惊醒 赶快报案 消防人员获报到场 是成功救出受困的民众 不过其中有三个人因为吸入浓烟 导致身体不舒服 幸好送医之后没有大案 最新状况联系给记者林玉婷 好的 主播给观众 透过画面可以看到现场拉起封锁线 消防车和救护车在一旁待命 大批消防人员拉起水性灌旧 带你听一段稍早访问 这起火警发生在2号清晨5点多 台北市大通区名声西路一间珠宝店 一次地下一楼的仓库不明原因起火 屋主睡梦中惊醒 发现大量浓烟窜出后赶紧报案 消防人员获报到场 在半小时内扑灭火势 救出全家10人 其中三人因为吸入过度的浓烟 只好预防性送医 所幸并没有大碍 一家10人那我们全部都救出 那目前还没有人能救的 其实我位置聚报是在地下室 目前据我们了解地下室是做仓库用的 幸好现场没有传出人员伤亡 火在发生当下屋内有长辈 因为年事已高一度无法自行下楼 经过消防人员的协助下成功获救 据了解这间珠宝店 还有在做金式戒指加工的部分 至于详细的起火原因 还有带火吊人员进一步的调查厘清 好的 以上是会掌握到的讯息 将镜头交还给Pony主播 遇用了解采用的条件 测试 趕田